从上周结束夏令时间之后 不少民众都感觉到自己的生理时钟 恢复正常 当也引起了大家讨论反对夏日节约时间 因此现在加州的法律专家正在努力争取 每每夏令时一时 大多数民众都苦不堪言 除了无端被剥夺了一小时的睡眠不说 从医学角度来讲 人类的身体需要最少一周的时间 来调整适应这一小时的时差 过往数据表明 在春季夏令时开始时 心脏病与中风患者的发病比例 远远高于平时 同时车祸与工作操作相关受伤事件 也大幅提高 由于抵制夏令时的声音不绝于耳 于是加州2018年就通过了投票 决定拒绝遵循一年调整两次时间的规定 然而两年过去了 人们依旧不得不在春秋两季 来调整自己的手表和自己的作息时间 对于立法者而言 他们的答案也十分直接 也就是说想彻底改变夏令时 没那么简单 一系列繁琐而耗时的过程 都需要逐步完成 加州的立法者需要先拟写提案 等待投票通过 随后需要等待国会的批准 目前立法者正在着手起草 一项国会联合决议 敦促国会授权各州 实行永久性的夏令时 并凭此通过国会第七号法案 据悉目前加州有四项法案 等待国会采取行动 其中一项法案目前正等待众议院 能源和商业委员会的听证会 其余几项法案 国会需要在2020年11月前 对其采取行动 一旦通过 将可以帮助加州 处于永久性的夏令时 但这项提议也并非全票赞成 由NORC Center调查报告显示 有70%的美国人 希望不要来回调整时钟 40%的人希望执行正常时间作息 并彻底废除夏令时 而30%的人希望全年执行夏令时事件 中天中望 整理报道